狗狗你在推什么呀 我在听新闻啊 新闻我又推不懂 听听懂新闻 就可以听懂新闻啦 听懂新闻 大家好我是中国王主播谢燕荣 您知道年底公投案当中 冬奥证明的提案内容是什么吗 冬奥证明公投的主文是 您是否同意以台湾为全民 申请参加所有国际运动赛事 以及2020年东京奥运 是由飞越林阳前奥运国手 记政领衔发起 简单说就是希望台湾的运动员 能以台湾队为名 参加2020年东京奥运 此案编号第13案 提案原因是奥运赛场上 每支代表队都是以国家代表队的身份出赛 我们却是唯一使用所谓奥会模式的国家 希望政府能够向国际奥会提出申请 试着冲破现状 强调最坏的情况也就是维持现状 不会影响到选手参赛权益 而支持这起公投案的观点认为 台湾就是台湾 过去体育选手也曾经以台湾名义 参加国际奥运比赛 不应该在一个连地图上都找不到的 中华台北 Chinese Taipei参赛 反对这起公投案的提坛人士担心 如果向国际奥会提出以台湾名义参加 2020东京奥运 可能会被停权处分 过去台湾曾经被停权12年 等于牺牲所有运动员的未来 对国内体育发展非常不利 而国际奥委会也已经表明 不会接受中华台北奥会改名 如果东奥证明公投过关会怎么样呢 这个案子是重大政策 选委会在投票完毕7天之内 必须要公告结果 由总统或权责机关进行实现 这项公民投票内容的必要处置 如果您赞成我们的体育选手 以台湾队参与国际赛事 以及2020年东京奥运 投第13案的时候要改同意 如果不赞成的话 第13案东奥证明公投要选不同意 听懂新闻 东奥证明公投您听懂了吗